今天這條影片會和大家重點分享 Matchel Town的新樓盤 叫做Rain REIGN 發展商是West Group 它一次過會在這塊地上建兩座樓 分藍和北 地位是哪裏呢 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可以看看Matchel Town的大環境 這是地圖 中間是商場 Matchel Town的地鐵站在這個位置 Rain會在西藍邊 由這一邊走到這個位置 大概五至六分鐘就可以走到 其實它是在哪裏呢 它是夾在Cassie 和後面這條是Willington的中間 Rain是夾在這個桌子 本身在後面有一座現樓 就是Modello 2017年 斜對面東北角有兩座 就是Gold House 2020年喜好 其他人看到地圖上的粉紅色 都是同時發售樓盤 下次有機會和大家分析一下 我們在Rain附近的發展 Carrie也做了一些研究 因為其實那個位置 都是一個重點發展區域 有很多未來的可能性會起 希望做多一些研究 讓大家了解一下 你買單位將來會不會被遮擋 有個心理準備也好 剛剛說了Rain的座位其實很大 為甚麼可以起到兩座樓 這個Modello以前的座位是這樣的 現在17年建好了38層樓高 Rain是兩個座位連在一起 這個是North Tower下一步開賣的 現在我們賣的是35層樓高South Tower 兩座樓都會預計同期2028年左右落成 剛剛說的Gold House就是它的這一邊 它會比較像是對著North Tower一點的 我們South Tower現在向北就有North Tower 向東這邊現在是矮樓 但是它也是有另一個發展商Belford 去買了那些地 將來是有機會發展 不過現在是未有消息 不知何時去做 大家也不用說立刻很擔心會不會有東西擋 因為很多時候發展商一早買好地 很久之後都不建 再遠一點就已經是Maywood那座樓 6463 Silver 即是上次Kerry跟大家分享樓盤那座樓的位置 然後它的正藍面 現在看過去就是一些舊樓 以及一個工地 就是Standard 2025年起好 已經賣光了 也都發展商正在建 中間這個縫位 也是有另一個發展商Westland買了地 也都是未有development 這兩塊都是未知的 它的西邊是比較安全的 它的西邊是公園 這個用地的變更可能性比較低 附近這些是Lowrise Co-op Rental House 是很矮的 然後有幾座Existing 比較高的建築 但是它也不是很高 20多層 我想都沒有 這些全部都是舊樓 然後大概這邊就是這樣 去最近的Skytrain 走回Metro Town商場 黎晶就是這邊 Standard Square就是這邊 這個就是Rain 大致上的地位 我現在還在香港 Kerry派了一個舊樓盤 去看看售樓署 和大家有沒有看在裡面 它建成怎樣 材料 設計 用什麼電器 有什麼特色的東西和大家分享 我看完影片之後都覺得很驚喜 首先就是因為有Mila電器 我覺得Mila都相對是一個 所有品牌裡面比較高級一點的電器牌子 另外就是它的主人房 OnSuite是有地暖的 這個也是值得一讚的 現在越來越少的發展商 再出樓盤會做地暖的 這個也不錯 另外就是廚房的設計 是急切我也覺得是有驚喜的 它大部份 它其實所有的兩房三房廚房 都會有一個U-shape的廚房 給大家看看直線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Floor Plate 是相對於很簡單的 一個正正方方的 中間夾著的全部是一房和Studio 四個corner分別是兩房加書房 兩房加書房 東南角這個是三房 然後這裡是一個兩房單位 就是這樣的 這四個corner這些大單位 全部都是這樣的U-shape廚房 也有一個pantry 尤其是這兩個單位兩房加書房的pantry 是特別大的 令大家有很多儲物空間 而且待會大家在showroom都會看到 它的廚房設計很特別 就是焗爐是放在另一邊 大家不用污身去拿焗爐裡面的東西 這個也是我覺得比較好的特色 會鎖方面也竟然有籃球場 這個也是很少單動或雙動可以做到 通常都是我們說的 BRANDMALL的大項目 可以做大一點的會鎖設施出來 稍後show home的features 我會跟大家詳細說 話時說可以留言 就是我看到它的show home 用了主要是深色黑色的設計 所以都挺grand 但當然如果大家喜歡光亮一點的感覺 其實它都有light color scheme 而且會整個單位看上去更光亮和大一點 我們剛剛在分享職位的同事 又跟大家說一下價錢 Rain我比較了很多Metro Town 現在開售不同的樓盤 Greenhouse、Soulhouse、Rain 還有Riviera 感覺上Rain是一個比較多元化的選擇 因為它由studio一房兩房到三房都有 而且它也有性價比比較高 它的價位基本上一房 大家預測75萬這個價位 已經可以讓大家買到一個 一房加書房的中層單位 而且可能不需要對樓 有一點點景觀 當然你的價錢加多一點 80萬以下甚至可以買到高層單位 有賣車位 這是一個比較划算的選擇 另外兩房單位的價格比較好 不如我開來給大家看看 Carrie做了一張 用我的經紀的角度去預估 好像香港的補習天王貼題 貼其他大概的pricing 因為現在這個發展商 是未正式開始賣的 所以我們沒有實價在手上 只是有一個starting price 根據它每層的加價調整預估 它現在的流程是收緊interest form 預計可能是10月初到10月中 就會開始派單位 現在反應都熱烈 因為它的性價比比較高 適合不同的人去選擇 有興趣的朋友 已經可以開始入表和約去售樓著看 這張東西我這樣看 可能會比較混亂一點 但就跟大家說一說 一房單位是這個顏色 基本上大家看到最便宜的70萬 貴一點的75萬 再貴一點的77萬 就已經可以有中高層單位 兩房1、2、3個 corner 便宜一點的100萬左右 貴一點的可能是105萬 差不多110萬 你已經可以賣到中高層的兩房 三房也是一個很划算的 因為三房的始終價值可能是8、2萬 你買到中高層的可能是8、3萬 這個價錢其實如果你放到一些 例如Greenhouse、Soulhouse 這個價錢已經是買中層的兩房單位 所以這也是一個比較划算的選擇 但當然看回三房的織 它不是很大 因為它是926呎 剛剛過900呎一點 明顯看到第三房是相對小一點的 但其實其他空間都不錯 它沒有太多走廊位 門口進來衣櫃 然後已經是一個L形式的大廚房 也在這邊還有一個pantry wall 雪櫃、pantry、焗爐 所以廚房空間都大 它用完每一吋空間沒有浪費 中間還可以放在飯廳和客廳 這些全部都是玻璃 所以採光都足夠的 主人房、套家、第二層和洗手間都近 第三間房放在這個位置 相對小一點 但都可以放到雙人床 這三房我覺得比起現在同期賣的樓盤 因為Greenhouse和Soulhouse 這個價位是不會買到三房的 八三萬是一個可能是兩房高層 中高層的價位 三房座底可能都要835、140、150萬 所以需要三房又想壓低一個 心的朋友是可以考慮Rain的 它每一層都有一個單位 剛剛就要和大家分享的景觀方向 所以其實都說了 向北、正北的話 你一定會對回North Tower的 景觀會差一點 但當然你不會只望到North 你也會望到西北或東北兩邊 所以其實這兩隻Corner Unit Lab C1、C2都挺受歡迎的 因為這兩邊的Corner 景觀是安全一點的 向著西北的 對面是Willington公園 大家樓層可能選中高一點好一點 因為Willington也多車 但你北邊會同樣兩座一起時間落城 所以這邊大家建好就不需要看著建築 西邊也是安全的 另外東北邊也是一樣 因為你也是向高House建好 然後北邊也建好就OK了 東南其實也不錯 因為現在東邊是開放 南邊也未有樓 所以東南是OK 只不過未來可能會碟一碟紋 這個就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好了大概就是這樣 希望適合這些資訊可以幫到大家 我們說一說現在的優惠 因為大家都知道 Matchel Town已經在開盤 亦有不同的發展商做不同的優惠 所以Rain的發展商都加了馬 原本的優惠是一房減五千 它已經全部變了 現在是頭150個成功買到的客人 你一房可以減一萬元 兩房減兩萬元 三房可以減三萬元 Deposit structure 由原本你要total給20% 現在變成15% 都優惠了5% 之後所有的單位都會有一個locker 除了Studio之外 所有的一房兩房三房單位 都會送你一個車位 不過這個車位是沒有EV的 大家如果將來想買電車的話 可以現在加五千元 發展商會幫你升級EV charge 管理費是六毫三左右一呎 包括冷暖氣 熱水 gas 還有懸崖 掃雪等等的使用 自己將來給電費就可以了 全部單位都是九呎樓底 除了廚房有dropdown ceiling之外 都是九呎樓底 露台空間都OK 剛剛focus了比較多說兩房 其實這個盤都有很多一房的選擇 不同的corner位都有一房 我carry覺得比較划算的 其實是這一款 B2 可能大家預測75至80萬元中間 其實你會買到一個600呎 接近600呎的一房連書房單位 即是很試鏡的 門口進來已經有個釘 你可以當作Storage 可以當作書房 可以當作closet 門口進來洗手間 這邊有L-shape的大廚房 有洗衣機乾衣機 然後這裡你自己放餐桌 接著就是客廳 客廳還有一點點corner 多一個採光的位置 我carry比較推薦的是一房加書房 因為它始終多個書房的話 無論將來大家自住去擺東西 還是你想出租給別人多個書房 租多50-100元是少錢 但很多時候你會租到更好的租客 因為他願意給多一點點錢 去租一個更好的單位 大家更容易租 將來也更容易賣 希望這些資訊可以幫到大家 另外值得一讚 剛才沒有提到的 就是所有4Pan的柱子都被扔出去 全部都在corner unit的露台 所以所有單位都不用擔心 買回來後會不知哪裡有柱子 就不用擔心 現在未開賣 但可能很快 可能10月頭一兩個星期 如果大家想做到頭150個 買到的客人 最好要早一點入表 通知Carrie 想去看售樓署 我們隨時可以安排 入了一張表 等派單位 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給Carrie介紹一下 整個showroom是怎樣 可以讓有興趣的朋友了解 我們看看這個示範單位 今次的show home 有一個C1 plan 兩房兩次的單位 給我們看這個finishing 進來這裡 就會有一個closet 這些就是洗耳機和乾衣機 都是full size 的 好了 又到廚房這裡了 這個display home 用了一個dark的color scheme 深色的color scheme 所以全部的櫃 還有這些hardware 這些扶手這些都會是黑色的 如果你們選擇 light color scheme 這些hardware會是金色 還有如果選擇了 medium color scheme 這些hardware會是 chrome或者silver的顏色 這次ring的兩房三房 電器package 都是30吋的 牌子會是mila 如果是一房 還有studio的話 就會是24吋的 我們看看這個冰箱 30吋的mili 好 這個是微包爐 這個也是mili的焗爐 下面有兩個 櫃 裡面都是黑色的finishing black splash 和countertop 都是quartz 它都是一塊個的 這些櫃 都會是根據color skin的 這個爐頭是30吋的 下面有兩個很大的櫃 可以放一些煲煲餐餐 這裏也有做了一些organizer 這個星盤是29吋的 下面有些garbage的component 和compartment 這些detailing也會有的 裡面也看到有些插鬚的 有些小碗的 是24吋 全都是mila 這邊有一個dang 進來第一個洗手間 可以看到全我的hardware都是color的 這個鏡邊 這個detailing也會是黑色 或是根據color skin的 如果是light color skin的話 這個邊邊和這個燈 和索龍後 花灑等等 都會是金色的 如果是medium color skin的話 這些全部都會是銀色的 例如這些黑道色 都會根據color skin的 出來這裡有一個pantry 按照你的floor plant 有些floor plant 會帶一個pantry 這個櫃裡面也有很多空間 這裡也有一個插梳 給你可以充電 或者其他使用 這個shelding下面也有LED lighting 好,來到客廳這裡 樓底就會是9尺 然後來到廚房這裡 就會drop down to 8尺5 大家可以看到兩邊牆 這個corner unit 都會是floor to ceiling window 很大的window 好,看看主任房 進來 這邊有個closet 左手邊這裡 都有些地方可以放鞋 主人房這裡 有個medicine cabinet 旁邊這個燈都會是included 一樣會按這個color scheme來做的 這些包裝都是黑色 主人房的primary bedroom 是會有地熱的 這次的這個座椅 就佩戴了一個bidette 這個就是showerlack 裡面也做了一個niche 可以放些篩水 這個項目就會有兩個towers 首先買出的就是south tower 就是這一座 這座就是north tower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就是cassie avenue 對面就是willington 這個south tower 就會總共有35層 第一至8層都是rental housing 去到第9層就有一個rooptop amenities 從第9層以上都是residential 這些租租單位 他們都會有自己的separate entrance separate lobby 和separate amenities 他們出入的那個停車場 都會不同的 來到這個north tower 這裡就會有更多的會所設施 例如這一塊 全部都是會所設施 這個就會有一個籃球場 而上面的rooptop 都會有amenities 剛才大家在south tower 那裡看到9樓 這裡有一個amenities area 就是這個 它有一個outdoor area 有些putting green 有些children's play area 然後這裡就有些seating 這個室內都有很多amenities 例如這個有一個children's play area 這個有個theater room music room 然後這裡就有些co-working space 那來到這裡就有些outdoor seating area 然後這裡可以直接進去這個chef kitchen 我們去到這個north tower 都會有更多的會所設施 那這裡就有一個2-level的一個basketball court 周圍有很多健身的會所設施 那上去二樓也會有更多的gym facilities 那這裡有個yoga room 那也會有個golf simulator 那我們今天就看到這裡了 大家如果對rain有興趣或者有問題的話 可以聯絡大carry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Thanks for watching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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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OA CUT